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美国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个引人注目的议题 近期法官解封的特朗普1月6日选举干预案的新证据 特别检察官捷克·史密斯提供了一份长达165页的文件 详细描述了特朗普在2020年选举中涉嫌试图推翻结果的行为 并强调他不享有起诉豁免权 这份文件的发布标志着一场法律斗争的关键时刻 法官塔尼亚·楚特坎的裁决不仅涉及特朗普的个人行为 还揭示了他如何在失利后与私人共谋者策划犯罪行为 试图保住自己的权利 特别检察官名言 特朗普的计划是一场私人犯罪 而非他作为总统的职责行为 在这场法律战中 透明度和民主制度的价值被放在了显微镜下 特朗普的未来政治生涯及其可能的影响仍在持续发展中 随着案件的深入 这位争议人物的行动将持续吸引公众的目光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一场宛如惊悚电影的戏剧性法律斗争中 美国地区法官塔尼亚·楚特坎近日 解封了一份由特别检察官捷克·史密斯撰写的文件 这份文件揭露了唐纳德·特朗普 在2020年选举后的种种行为 让人大开眼界 这份165页的文件细致入围地描绘了特朗普 试图推翻2020年选举结果的努力 并强调这些行为并非是作为总统的官方行动 而是他作为私人公民的举动 这使他失去了法律豁免权 这一切的背景是今年夏天最高法院的裁定 该裁定赋予现任总统对他们在职期间的官方行为享有广泛的豁免权 但对于候选人或私人公民的非官方行为则不予以保护 史密斯和他的团队斩钉截铁地指出 当特朗普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落败后 他选择采取极端手段 试图以犯罪行为保住权利 文件中写道 当被告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失利时 他诉诸于犯罪行为以试图留在职位上 与私人共谋者一起 被告发起了一系列越来越绝望的计划 试图推翻他在七个州失利的合法选举结果 这些行动最终在2021年1月6日 美国国会大厦暴力袭集中达到顶点 这一事件至今仍然是美国历史上的一大黑点 而在法律程序的背后 不得不提到特朗普与其实的副总统麦克·彭斯之间的对话 这些对话成为文件中一个关键的插曲 揭示了特朗普试图将彭斯拉入其计划中的努力 这次文件解封引发了一场法律与政治的激烈碰撞 特朗普的律师团队试图阻止这些信息的公开 深怕他们会影响特朗普作为2024年共和党总统提名人选的地位 然而 法官楚特侃的裁决最终倾向于透明与公开 他认为公众有权了解法院对这一敏感问题的立场 以及未来可能的法律影响 在这场法律斗争的背后是一个更大的权力斗争故事 一位曾经的总统在失去权力后 如何试图通过非凡的手段来影响国家的未来 这些行为不仅仅反映了一次个人的选举失利 更是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一次重大挑战 特朗普的行为和这些揭露的细节不断挑战着 人们对权力民主和法律的理解 也将他的政治命运推向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从特朗普的角度来看 他的行为可能是他在面对失利时的最后一搏 他试图运用所有可用的手段 从法律漏洞到政治压力来改变选举结果 然而在检察官和法律的眼中 这些行为却是一系列精心策划的犯罪行为 目的是颠覆民主选举 随着案件的发展 特朗普对美国法治和选举制度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明显 他的行动迫使司法系统重新审视总统的权力范围 和法律豁免权的界限 也让公众开始思考民主制度的脆弱性和未来的安全性 在这场法律与政治的交锋中 特朗普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这位前总统能否再次竞选 甚至重返白宫 现在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而更大的问题可能是 美国能否从这场政治风暴中恢复 并继续维持其作为世界民主灯塔的形象 这一事件提醒人们 民主制度需要不断地被质疑 捍卫和更新 以应对新时代的挑战 在特朗普的故事中 我们看到了权力的诱惑 法律的挑战 以及民主的脆弱 未来的日子里 随着更多细节的公开 这场斗争还将继续发展 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政治与法律事件之一 公众的关注和反应将继续影响这场斗争的走向 也将塑造未来的政治格局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特朗普显然是在滥用自己的权力 试图以私人身份去推翻合法选举结果 这不仅违反了法治原则 也对民主制度造成了威胁 事实上历史上许多独裁者都是从试图推翻合法选举开始的 比如拿破仑三世在1851年的政变 这样的行为绝不能被容忍 楚天书我们也不能忽视特朗普作为一个领导者的决心 你说他滥用权力 那不过是他在面对不公平选举结果时 寻求正义的一种方式 毕竟当年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也是在值一旧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美国 历史上很多改革者都曾被视为挑战者 可是特朗普的行为并不是在为改革而战 而是为个人权利做斗争 他与共谋者的计划是出于个人利益 而不是为了国家利益 就像水门事件中的尼克松 这种行为最终只会损害国家的信誉 破坏法律的尊严 但你得承认 特朗普的支持者仍然相信 他的决策是出于爱国心 即使面临批评 他依然勇敢地站出来 捍卫他所信仰的价值观 正如电影《顽固分子》中的主角一样 他即便在逆境中也不屈服于压力 这样的领导特质难道不值得敬佩吗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能简单地以领导特质来美化他的行为 事实是 特朗普的行动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分裂 甚至会引发更多的暴力事件 如1月6日的国会大厦袭击 这些行为不仅危险 而且不可接受 民主制度的运行需要的是遵循法律 而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好的 楚天书 我同意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但特朗普的支持者和他自己对选举过程的怀疑和不满 也不是凭空产生的 或许最好的解决方案 是朝着更透明和公正的选举制度努力 而不是一味地指责某一方 正如动物农庄中所警示的 每个制度都需要不断自我完善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